对于这台电脑这个资料表来说 他不知道 美国超市销售分析CSV 这个资料他不知道 所以如何让他知道有这个档案 所以我现在要做常用取得资料 然后文字CSV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的那个位置底下的获利分类 请选他 开启 接下来取得资料 他这边如果没有乱码 我们就直接点展入 接下来你在这个地方 多了一张资料表叫获利分类 刚刚原本只有美国超市销售资料 现在多了叫做获利分类2021 010105 另外还要请你再仔细看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这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已经成功的建立起来这个关系 好我现在给你们看他建立了什么关系 他把美国超市销售资料的产品纸类别 关联到获利分类2021 0105的产品纸类别 这是自动他就帮你产生这种关联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知道 就是等一下你检查的时候 这个关联一定要存在 否则的话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写韩式 我们是无法取用 如果没有建立 那你也就拖曳 产品纸类别到这边产品纸类别 你就建立好关联了 谢谢大家